兄弟们大事不好了 俄罗斯首次使用洲际导弹 打击了乌克兰境内的目标吗 此事一出啊 舆论哗然呢 这两天我看媒体都爆了 很多朋友说张森你来讲一讲 你看看俄罗斯终于硬气一回了 对不对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实战中间 使用洲际导弹啊 说句实话啊 我看到了这个新闻以后 我觉得很惊悚 然后呢 我就觉得吧 这个事有点不太靠谱 为啥呢 你想啊 洲际导弹打击乌克兰 我们都知道啊 莫斯克离乌克兰的距离 直线距离才几百公里啊 那洲际导弹要打到八千公里以外啊 很多朋友说 杀机用牛刀 这次专门就是不在这个洲际导弹上 钻核弹头 意在警告你 告诉你 不要觉得西方给你解禁了远程武器 打击俄罗斯境内的限制 你打击过了 我就没有能力反击你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我特别好奇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 洲际导弹的原理是什么呢 打出去以后 先发射到这个外层空间 再从外层空间啊 在空阻很小的情况下 再以高速飞行 然后飞到敌方上空以后 然后再入大气层的时候 那个速度能达到十几二十马赫 然后砸向地面啊 由于它再带着核弹头 造成了这个末端不可拦截性啊 但是你说打乌克兰 我就不太明白 这个洲际导弹是咋打的 它原理是啥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它起始端还没飞完呢 就到乌克兰了 而且起始端 它主要是往上打的啊 我们知道弹道导弹 它是有一个预定的弹道的 它应该是这样飞 然后再这样飞 再这样往下 如果是打乌克兰几百公里的距离 用洲际导弹 它不成这么飞了吗 那能不能这么飞呢 咱就不知道了 那我就知道 这洲际导弹还没到最高点 就得往下落 能不能打出这么一个奇葩的弹道 我就不清楚了啊 然后呢 我就抱着好奇的心态啊 我就想看一看外网上是怎么说这个事的 因为毕竟嘛 这个算是狠狠的打了西方的脸 因为我们都知道前几天啊 美帝刚刚给乌克兰解禁了这个 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本土的这个限制啊 让乌克兰使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包括这个英法的风暴阴影巡防导弹也可以打击俄本土了 乌克兰已经打击过了 所以说俄罗斯必须发出最有力的反击 结果呢 我就在谷歌上输入了俄罗斯核导弹乌克兰相关的字样 结果一敲回车以后 我就发觉就没找到啊 然后出来的呢 全部是同一类型的新闻 是什么呢 俄罗斯使用新型的中程导弹 打击了乌克兰境内的目标啊 此导弹呢是新型的中程导弹 我还看有些博主特别逗啊 使用的是R26导弹 R26大家知道这是哪一年导弹吗 这是1960年前苏联时代的导弹啊 这玩意要是能打到乌克兰 还能不被爱国者拦截的话啊 那我估计苏联早就已经冲上火星了啊 已经不需要在地球上待着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骗一骗完全不懂的军忙也就得了啊 很多朋友说你看你又造谣 西方媒体这么说是怕丢面子不敢承认了 我跟大家说啊 这不是西方媒体说的 这是西方媒体引述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视频讲话里自己说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大家还是要看原视频啊 所以说还原出的真相是什么呢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了反击 然后这轮导弹反击呢 其中一枚导弹是新型的中程弹道导弹 仅此而已 知道吧 很多朋友说那是高超因素啊 弹道导弹都是高超因素 咱们现在所谓的那个特别牛的高超因素导弹 指的是高超因素巡航导弹 如果是弹道导弹的话 它就不存在不高超因素 你明白吧 真正难的是你让巡航导弹去高超因素 因为弹道导弹它只能点对点 巡航导弹才能高机动 指哪打哪并且不可拦截 当然了 这只是我粗浅的知识带给我的看法 不一定准确啊 纯属个人观点啊 你们不要骂我啊 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说啊 看来使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洲际导弹的 记录并没有被算在俄罗斯的头上啊 但我个人也是感觉啊 即使不是洲际弹道导弹 使用的是中程弹道导弹 这也说明了什么呀 俄罗斯现在导弹技术又取得了新一轮的突破 更上一层楼 我看到乌克兰这边的发言贼有意思啊 在事后乌克兰说 根据联合国某某某条草案 乌克兰有权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所有目标 乌克兰声称这是一种合法的自卫行为 北约的官员也说呢 俄罗斯虽然说使用了新型导弹 但是并不会影响战争的进程 也不会对战争产生任何的另外一个方面的影响 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打击还会持续 所以说目前来看啊 大家不用担心会爆发核战争 俄罗斯警告的意味很明显 但是呢 乌克兰应该是不怕的啊 而且呢 俄罗斯并没有想发射核弹 发射什么没装弹头的洲际导弹呢 这应该是有些网友自我意淫出来的啊 应该没有这回事啊 反正我在英文世界没有查到这个东西啊 我先说啊 这些东西都是我从这个英文原文看的啊 有可能我被打脸啊 这个你们不要骂我啊 要骂骂他们啊 这不是我的问题啊 啊啊啊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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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